烹谷娱文 那么这是国际理论 而习近平怎样去演绎 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呢? 什么的时代问题呢? 习近平提出一句说话 是19大报告里面的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這些虎年代已經有的 term 了 而習怎麼去定義這件事情呢? 對於中國來說 經濟發展仍然是很重要的 經濟不發展,那個餅不大 人民不能分別的話 一樣就會爆獲的了 但是經濟能夠發展 但是人民如果分得不好 這個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裡面的最大問題了 就是當你的經濟不斷地好 人民期望自己在這個經濟不斷地好之下 可以分享到更加多利益的時候 但是看到不平衡 就是貧富懸殊不平衡 地區不平衡 城鄉不平衡 不平衡的時候來說 你住在西部的農村你是一個窮人 你就心理不平衡 心理不平衡那怎麼辦呢? 推翻這個制度 或者這個制度真的沒有機會給你 你就打倒它 那麼 這些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就是 而王岐山也提出了一個警告 這個警告是什麼呢? 2012年 這個十八大成立了 王岐山成為了政治局常委 你知道王岐山是習近平的最佳拍檔了 他在2012年11月成為了政治局常委 在12月在一次會議中 就叫共產黨黨員 你們看一本書 看什麼書呢? 《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是說什麼呢? 是說1789年 法國大革命前夕 其實大家以為1789年的法國 是一個不思進取、不思改革 當時的瑪麗皇后就說一句 哎呀,你們很窮、很餓 為什麼不吃蛋糕呢? 的說話的一個白痴皇后 那麼別人以為 就是當時的法國政府 就是一個王朝一樣的事情 其實不是 當時的法國 這本書告訴你 法國的王朝當時是在搞改革的 正正因為他們在搞改革 令到法國社會出現了一幫新興的資本階層 新興的中產階級 他們是一些專業人士做工匠 但是他們就看到 他們想更加快地 改革經濟政治制度 獲取得更加多的機會去發展 但是當時的法國 一幫貴族 就拖慢了這個改革發展 而當你一幫改革 獲得利益的新發財 的中產階級資本家 面對一幫阻礙改革的貴族的時候 你覺得你自己如果不打到這幫貴族 打到這個王朝 你是沒辦法獲取更加大的利益的時候 你對於這個不公平、不平等 沒有發展受了這件事的容忍度 越低的時候 結果就爆發了法國革命 那麼法國革命不是在法國一窮二霸 封建主義思想橫行人民生活 會受到極度壓迫的情況下爆發出來的 法國大革命是在改革發展到一定成績 但是新發展出來的階層 對於社會的不公平現象的容忍度不斷降低 而它又有能力去團結人民發動革命 從而推翻王朝 那麼這個情況就跟現在中共面對的問題很相似了 中國現在不是1978年來講的窮 一窮二白 你看到北韓肥仔欣也不知道坐得多穩 它的政權挑戰不是來自人民嘛 是來自他那些什麼孤長、阿妹那些皇親國戚的恭維政治嘛 而在1978年 中共所有的問題是自己內部高層的權力鬥爭問題 但是現在中共要面對人民的挑戰 人民的不滿 如果你解決不了人民的挑戰 解決不了人民的不滿 就隨時會爆發革命 要令人民的滿意程度上升 就是要能夠令到它對美好生活的期望、要求 是得到落實和體驗 那麼這就是中共領導人自己對現在的時代的理解 那麼 所以就要提出習近平新時代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那麼如果大家有興趣 在你最尾那裡我留了一條連結給大家的 叫大家在《經濟日報》下載 那個全民報告 為什麼《經濟日報》一來是繁體字 二來我以前在《經濟日報》也要推廣一下 那麼那份報告裡面來說 你看到報告十三章 十三章呢 這是一個具體政策來的 你看到的篇幅呢 就是四比九 那就具體政策很多啦 但是其實 具體政策的新意呢 可以告訴大家就不是很多的而已 而你會看到 《貫徹發展新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這個第五章是關乎經濟的 第六章是關乎政治的 人們當家作主制度 它排法一樣的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 五至九就是圍繞五大建設 那麼我們先跳到十三章 十三就是從嚴治黨 其實在政治改革裡面來說 就是兩樣東西的 一個是對外,人民的 一個是對內,從嚴治黨 我們也叫做政治改革的 所以五至九加上十三章 其實就是五位一體的那些 你還會看到一樣東西 是值得大家要留意的 在具體政策裡面來說 五、六、七、八、九 跟著十是甚麼呢 強軍之路 習近平是很重視強軍的 國家軍隊一定要強大 這個是國家安全 中國要在這個世界之臨 是能夠立不倒的話 軍隊是一定要建立一支 打得贏仗的軍隊的 強軍 然後就堅持一國兩制 推進祖國統一 關乎到大家了 我當然在最後的時候 會和大家演繹一下 在這個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中… 中… 合不倒了 我們簡單一點 習近平思想底下來說 一國兩制是有角色的 這個角色是甚麼呢 推進祖國統一 你不要妨礙別人發財 不要妨礙別人統一 接著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這個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個就是習近平的外交思想 接著就回到從嚴治黨 你會看到一樣東西 從報告來講 一份報告的報告就是這樣寫的 開頭回顧 然後這個高屋建嶺 在這個思想體系大框架底下來說 二、三、四 定了這個框架出來 接著就是具體要做的事情 在具體要做的事情裡面來說 五至九回應 五為一體 但是要建成一個 完整地建構成一個 習近平思想 就還有這個強軍 外交 香港就是在這個概念下來說 一國兩制是在這個概念下來說 是被提出的 那麼…你要明白… 那麼…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 它整個佈局了 那麼你明白了一個報告的佈局 你才能明白到香港的位置在哪裡 以及習近平關心的是什麼 除了五為一體之外 還有的就是… 這個軍事和外交 都是他的一個習近平思想的重要基礎 好了 那麼… 就是新意不多 那麼… 這些都已經說了 好 那麼就…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 我們用… 10分鐘後退去… 然後… 停? 要說… 是… 緊迫一點吧 經濟建設 大家如果看它那個… 那這些就是… 我經常都說了一件事 整份報告裡面來說 關於要做的事情 新意不多的 因為已經在做 那麼… 最多就說得 grand 說得長遠一點而已 但是有些概念的東西 大家要明白 概念的是什麼呢 這個中國經濟要由高… 以由高增長轉向高質量 這個是第一次提出… 最新提出來的提法來的 不用再提高增長的 你不要再和我說10個% 9個% 8個% 16個% 現在中國要追求的就是高質量 30多年的改革開放 由79年到20… 20… 2012年 平均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9.8 這幾年降至9% 大概7% 一直跌 去年應該... 埋大約6.7% 接下來是會逐步賣向6% 去到2020年左右 你預計6%左右 但6%這件事不重要 或者告訴你7%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能夠做到高質量? 要做到高質量,如果大家想理解 中國經濟改革,習近平經濟改革的重心思想 推薦大家看十三五規劃 早兩年發表的十三五規劃 裡面提出五大理念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說得很詳細 詳細過十九大報告 五大理念裡面 跟工製直接有關的就是 創新、綠色和開放 今次也有一些創新 中國不是現在才說創新的 中國已經做了十幾年的創新 由溫家寶年代說 中國製造變中國創造發展七大戰略性產業 到李克強早兩年說 中國製造二零二五 要在中國 由現在到二零二五年 發展到 追上這個 就是這個 拍得住英國、法國、韓國 到二零三五年 跟德國、日本 齊頭 到二零五零年 可以追上美國 中國製造二零二五年 是要變成一個製造強國 每個領導人都會 整色整水 會幫自己搞一些東西 溫會搞這個 就是中國創造 李克強就會搞製造強國 這樣 內容其實 就不斷進化完善了 中國製造要做些什麼 就是有所謂實大產業 那 為何要跟大家說 其實中國創新這件事 在溫加寶年代已經開始非常重視到李克強 現在中國其實在某些東西上來說 其實創新是不錯的 例如 大家未必會喜歡的核電 中國現在是全球再建核電廠最多的國家 中國的核電技術 因為美國停了 英國沒有錢搞 法國的進步慢 中國現在的核電技術 若不可以跟法國、德國都排在全球裡面 最初的那幾個國家裡面 當然大家可能會擔心核電會帶來一些大災難 但是 如果你不用核電 你便燒油燒煤氣 你的環境污染問題更重 你要買回來的石油 牽涓器價格更高 中國的北斗衛星 跟大家說 衛星也是中國很著力發展 其中包括它的所謂的全球定位系統 現在全球定位系統 大家 全世界最主要都是用一個系統 就是GPS GPS是美國的 除了GPS 俄羅斯有一個系統 歐盟有一個系統 但是 俄羅斯沒有錢搞 歐盟說搞 但是 這十年來經濟差也沒有錢 現在能夠可以挑戰 美國的GPS 就是中國的北斗 中國的北斗 去年年底開始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中國的北斗 會佈局 成為一個全球的新的 另一個的全球定位系統 就跟GPS爭 GPS不單止 全球定位系統 不單止是軍事上面 現在因為互聯網發展 因為大家經常飛來飛去 因為大家玩手機 玩得這麼多 你就會知道 定位系統是有多重要的 現在大陸就是 其中一個主攻的目標就是這些 它有很多這些 所謂高增值的行業 在這個高地上的行業 例如無人車、機械人 中國是全球前年開始 大前年開始 中國已經是全球買入 機械人最多的國家 中國現在是全力發展要成為一個機械人大國 機械人大國現在主要是美國、日本、德國 因為未來自動機械人 以至於由機械人發展到AI 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領域 每一個領域 大家會有很多一套的東西 會釘出來的 這裡就不說了 那協調 區域協調 城鄉協調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在十九大報告裡面來說 習近平承諾向國際進一步開放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國際有一個空間在這裡 那個空間是誰造成的呢? 特朗普 其實特朗普是歷史 或者美國送給中國送給習近平 送給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件事的一個禮物 我們應該很感謝 沒有特朗普呢? 如果是一個希拉利 希拉利不斷打你 壓住你 就像奧巴馬年代 中國的發展 在國際發展裡面是艱難的 那麼 特朗普要錢而已 你付錢 我給你一個空間 而且特朗普不喜歡發展國際空間 在全球化的領導角色裡面 如果特朗普 所以大家應該支持特朗普連任做總統 有了再多六、七年的時間 六、七年之後 中國在國際的領導地位 一定比現在加強很多 因為沒有了領導人 而中國所以一定會大力開放 除了它的一帶一路 連結國家 大家拍著一起上去之外 哪一個跟不上一帶一路的 哪一個就會在未來十年至二十年的 國際經濟裡面來講 就會被邊緣化 那麼 也會加承諾開放金融貿易 就用生意 用經濟機會去套交情 這個是一個經濟改革 也是一個外交 你看到外交是在習近平思想裡面 是有一個位置的 裡面也提出了一件事 自由貿易港 已經說明了 要搞自由貿易港 自由貿易港 是要挑戰香港、新加坡 杜拜的地位 自由貿易港 第一個自由貿易港會在哪裡? 上海 第二個呢? 天津 上海天津 可以告訴大家 十年之內 不要玩十年 隨時五年之內 上海就會成為自由貿易港的第一個事點 天津是第二個 當你在上面有上海 有天津 成為自由貿易港的時候 你在香港 就自己倒閉了 那麼 公吉則結構改革 這個不在這裡說了 那麼 就是習近平提出的 一個解決眼前問題的事情 好 政治建設 政治建設 大家看到正好有兩張的 一張說人民當家作主 一張從嚴治黨 人民當家作主那張 是配套 從嚴治黨才是 習近平的政治建設主菜 因為習近平覺得 你如果要跟全世界的人說 你跟十三億八千萬中國人民 做一次問卷調查 你叫他們說 中國當時面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只可以說一個 我可以告訴你 有七成以上的人 一定會跟你說是貪污腐敗 而貪污腐敗 對於習近平來說 貪污腐敗是什麼造成的呢? 是共產黨自己造成的 誰貪污腐敗呢? 共產黨的高官 共產黨養出來的商人 而共產黨不去搞好 這個貪污腐敗問題 從嚴治黨解決這些利益集團 是不僅人民不滿意 共產黨也沒有一個政治能力 去提出各種的改革方案 社會公平正義各種的問題 因為一群貪污腐敗 在下面和你穿櫃桶底 阻撓你的改革 所以從嚴治黨這件事 在習近平的政治改革中 政治建設中是最重要的 這些大家看一看就知道 有興趣的 這些全部都是在十九大報告的 所以對我來說是不重要的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看就行了 好,文化建設 對國家來說 你會看到五位一體 第一是經濟 然後是政治 然後就說文化 文化是很重要的 這個當然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 意識形態的問題 但是中國現在也是面對著一個文化危機 就算你經濟發展得到 政治能夠從嚴治黨 解決貪污腐敗問題 中國接下來會面對的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沒有文化基礎 我們二千年 二千、四千 五千年的文化大國 中國沒有文化 但是中國其實是文化的淪落、破落的危機 其實是很嚴重的 而這個嚴重是不單止威脅社會 是威脅到國家安全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才也有提過 阿虎的時候要說誠信有惡 因為現在道德淪散 一切向錢看 什麼都可以出賣 甚至到去年年底 全國立了一條叫好人法 好人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有一個人摸親 你走過去去救他 無論救到救不到 那個人都不可以 claim你造成他的傷害 內地現在就是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人特意摸親 然後你走過去 然後他告訴你 你剛才推掉我 我現在要告你 你賠錢給我 令到大家不敢做好人 這種好像很小事 小善而不為 大家害怕了 原來這個社會偷鞋拐騙 隨便壓迫 陷害人這麼簡單 為了錢 什麼都可以做的時候 我唯有不相信 一個社會 如果人和人之間是沒有互信的話 這個社會其實就是沒有連結的 是會崩潰的 等於一個社會是這樣 而當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正面對外來的挑戰 外來的威脅 又會怎樣呢? 經常大家都說一件事 陶傑經常都寫一件事 中國盛產什麼? 漢奸 中國人最厲害就是出賣自己人 而一個國家能不能夠富強 關鍵的就是你的國民 對於你的國家有沒有忠誠 你看一件事 南韓 南韓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以照07、08年的金融海嘯 它能夠跨越到過去 就因為南韓人的團結 對國家的忠誠 你看美國 美國 我們看到過去70年 美國是全球第一大國 但是美國不是沒有危機的 50年代比 蘇聯發射史佩尼克號人造衛星 第一個成功發射的國家在科技上 美國很怕它超越了它 那時候美蘇冷戰 你怕蘇聯可以打你 70年代初 這個越戰的敗亡尼克遜水門事件 以致到石油危機 在7.2、7.3年連續爆發 大家又說美國不行就衰落了 80年代 八七古災 但是當時有本書很流行 叫做The Floor of Great Empires 就是說這些大國 過去五百年來 一個又一個倒閉 現在輪到美國了 到九十… 對不起 一踏入二十世紀 一場科網股泡沫爆破 再加一個911危 911炸了這個世貿大樓 大家又說美國到頂了 08年金融海嘯 你還不死 但是你看到 08年金融海嘯 美國從杜瓊斯指數 14,000點跌到66,000點 現在 25,000點了 你看到別人 美國就告訴你 我一波又一波 一波又一波地 我克服到的困難 美國靠什麼? 政治上 愛國主義 美國人其實很愛國的 經濟上 美國夢 只要有夢想 凡事可成功 你就有機會了 是容許別人創新 發展到機會 互聯網最棒的是美國 社會大融爐 所有不同民族的人進來 我都融了你 變成了美國人 再加上 美國其實是一個宗教國家 基督教文化非常之強 美國的大富豪 美國一般人 是願意捐十分一的收入出來 做慈善 美國的大富豪 無論是Bill Gates 以至巴菲特 以至朱吉普 他願意捐他的大部分的身家出來 去照顧窮人 照顧慈善 你至少看到 有錢人也有些愛心 你看到內地 人家是靠政治經濟社會 以至文化 文化他的文化就是宗教文化 是凝聚得到 團結得到的國家 使得美國在過去七十年 是一波又一波地度過危機 你跟我說中國 經濟政治社會文化 有什麼可以令到中國 是可以團結得到 度過危機 使得危機加深就有 所以這個作為你要變成一個強國 文化問題 是一個很危險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問題 那麼 習近平就提了幾件事 一、二、三、四、五 這些具體 我幫大家加了 那二十四字核心價值 你看起來就很白骨 如果用這些 是否可以解決文化危機呢 他這個是從一個政權 領導人的角度去看 是否解決得到文化危機 我有點兒傳言 正如我剛才說 美國之所以能夠克服 他的文化挑戰 利用到文化的銀力 是跨過一次又一次的經濟政治社會危機 是有他的原因 而中國只是這樣去推動這些東西 去解決文化危機 不是那麼樂觀 當然啦 衣食足然後知榮辱 那麼過多十年、二十年 中國人知道榮辱 知道這個大家說規矩 說核心價值 才是更好地保障你的個人利益 以至到保障國家 國家好你就好 從而大家願意 中國是講集體主義的 但是你講集體主義 中國人是不是這樣 集體主義呢 這樣 那麼又是另一回事 那麼文化危機 我未見到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那麼建設文化不是 不是現在十九大報告說的那些事情 十九大從一個強化黨的思想 黨的領導的角度出發 好 社會建設 社會問題現在窮人 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 中產階級最深感痛楚的是什麼呢? 階級僵化 富二代、官二代 橫行 令到沒有向上流的機會 中產 你變成中產階級就是一個向上流的 你過去由基層變成中產 你都希望你自己 你的子女可以向上流的 現在是沒有向上流的機會 因為社會階級僵化了 有錢人又怎樣呢? 有錢人又覺得 在中國煮?空氣又不好 吃的東西又有毒 藥品又不行 醫療又收得貴 甚至官員又走來 隨時打劫你的荷包 在中國現在做有錢人是最不安全的 所以你看到中國的有錢人是怎樣呢? 貧賤就不能移 有錢就移民 自己不移的子女一定移 所有的 無論是高官以至到 有錢人的子女 全部都是 美國公民 至少都是香港人 是不是? 那 這個就是 所以你看到現在中國的 其實 無論你有錢沒有錢 每個人都不高興 不是那麼高興 習近平提出什麼呢? 又有所養 學有所教 勞有所得 病有所醫 住有所居老有所醫 若有所負 其實 又有所養 對不起 學有所教到老有所醫 是胡錦濤已經提出的 一集就加了又有所養 和若有所負 所以很多概念 我經常都說胡錦濤不是錯的 胡錦濤錯在就是胡錦濤做不到事情 那麼 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未來政策的重點就是剪出來 好 生態危機 習近平上台已經說美麗中國 但是我們的中國就越來越不美麗 你在內地 你在媒體裡面來說 是不可以說沒有兩個字的 這個等於佛地摩 是禁詞 現在中國的霧霾問題已經超越了五十年代的英國 英國的倫敦當年有個很好聽的名稱叫做霧刀 浪漫 什麼東西呢 就是獨無罹漫 現在中國的霧霾問題超越倫敦 無論是空氣、水、農田、各樣東西 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習要提出解決生態危機 這些方法就是推進綠色發展 這些內容你看就可以了 正在做的不是很新的 好了 還是這樣休息五分鐘 我們回來待會12點半才繼續吧 好不好 後面簡單一點 講誰做 以及對香港的影響 好嗎? 好,休息一會